最近有一对情侣朋友向我咨询买车的问题啊 刚好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又非常了解他们 男生呢是一位性能控 比较喜欢小高猫的设计 所以他选择了第八代高尔夫 而女生呢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比较喜欢一些新潮的事物 他选择了一台欧拉好猫 两人僵持不下来 于是就来咨询我的意见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朋友 我觉得有义务去帮他们 今天我就把这两台车带大家到现场来实测 为我的这两位朋友以及有同样困惑的年轻朋友们 来解答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对比将分为四个方面 分别从外观颜值 科技配置 以及性能表现和用车成本四个方面进行对比 通过四回合的battle 最终来确定这两台车究竟谁更适合我的两位朋友 先来看看女生为什么特别喜欢欧拉好猫 因为这个复古的猫眼大灯 还有这个车身线条 包括尾部的一个流转灯 让这台车我觉得格调满满 当然最重要是这台车的颜色 我们这台车是初玉白 非常有诗意的一个名字 其实不光是初玉白 这台车总共外观提供了多达25种选择 像口红色号一样 能够满足小姐姐对于颜色的各种需求 这台高尔夫在外观造型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更加扁平化的一个设计 以及整个低趴的一个造型 让人家这看起来战斗气息十足 并且这款顶配车型还是选装了R-Line运动套件的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 这台车在运动感上还是非常特别的 包括这些枪灰的一个轮毂 整体看起来非常的运动 再往后看 这个非常宽厚的Z柱也是高尔夫非常经典的元素 我们现在是坐进了第八代高尔夫的车内 现在可以看看它的数字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两块大屏 尺寸更大了更符合当下的一些主流的潮流了 然后现在按键也采用这种触控式的 整个实践按键基本上全部采用这种触控式的 当然这个挡杆也是为了适应这种数字化的需求 换了这种特别小巧的一个拨杆 当然了这台车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这是一台顶配的车 但是它的全速自适应巡航竟然是选装 也就是说普通版本的顶配车型 它是只配备了一个定速巡航 并且作为一台数字化的车型 这台车型竟然不支持OTA升级 我就有一些搞不懂这是什么操作了 现在是进入到了欧拉好猫的车内 一进入到车内这个座椅就给我提供了一个迎宾功能 就感觉这个仪式感满满 再来看这个车的内饰是不是很惊喜 这个棕色的皮质的一个饰板 加上下面这种米白色的配色 整体看起来是不是精致感十足 包括这个空调出风口 还有这些地方的造型 整体来说我觉得这台车的精致感营造的非常到位 而且方案盘也很复古 它配了非常多非常实用的一些功能 像是无线充电 然后还有刚刚在高速上我们能体验 这台车是配有全速的自适应巡航的 然后还有透明底盘 巡机道车 遥控一键泊车这些功能 整个的科技配置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当然像是并线辅助 车道保持 以及这个疲劳驾驶监测 整体的科技做得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好我们现在是在第八代高尔夫上 因为它是一个双离合整个的响应还是很快的 然后身踩油门以后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延迟 但是延迟之后迅速能够给你把速度提起来 然后随着发的一些转速的升高 这个动力的储备 我觉得还是比较充沛的 然后再来说说这个车的一个制动的设定 它的设定呢 可能刚开始你去踩的时候会有一种前半段比较虚 但是它这是它的设定的习惯问题 你只要身踩 依然能够给到你很 我觉得很稳稳的那种刹车的稳定感 底盘呢其实一直是德系车的一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德系车看家的一项本领 整个底盘的厚重感非常的足 你开这台车的时候 加上它短小的一个身踩 开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过各种弯道也好 钻各种小街道也好 这台车会给你很愉悦的一个驾驶的质感 这台车的整个的马力 143匹马力 但是作为一个电车 其实这个马力已经非常的够用了 你在起步的瞬间 不会落后于任何人 一脚下去这种瞬间高扭的一种响应 给你的这种很迅捷的加速的质感 我觉得这是电动时代在颠覆燃油的一些东西 当然这个车也没有调到那么的暴躁 它其实是兼顾的一些女性用户 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更喜欢一些柔和的驾驶模式 这样的话它的加速会更加的平稳 我觉得这个车的底盘调教 我还是算是它的一个亮点 整个做的还是比较的齐整 然后整个转向也支持三级可调 这个车有四种驾驶模式 分别是节能 常规 运动 还有一个AI自适应 整个驾驶模式是非常丰富的 能够满足各种驾驶人员 对于这台车的一个驾驶模式的选择和需求 首先是欧拉好猫 它的官方ADC续航是501公里 电池是59.1度电 算下来电耗数据大概是11.8度电每百公里 快充因为价格是波动的 从9毛到1块7不等 我们采用一个折中的价格算为1.5元每度电 慢充算作6元每度电 而100公里的电费采用快充的话 电费约为17块7毛钱 使用慢充的话 电费是7块钱左右 而高尔夫方面 高尔夫的官方油耗数据是5.5升每百公里 我们现在北京的95号汽油的油价是7块3毛4每升 算下来100公里需要油费得到40块3毛7 经过四回合的battle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面对这种燃油和纯电的不对称对比 其实纯电车型正在迎头赶上 而朋友的选车问题结果也不言自明 不是姑娘不懂车 而是说欧拉好猫能够更好的综合两方的需求 满足更多样化的一个用车场景 而且可以说欧拉好猫真的非常懂中国小姐的一些需求 10到15万这个级别欧拉好猫可以直接选择买买买 最后也是祝天下有情人忠诚眷属 每个人都能选择到自己满意的那台车 我们下期节目见